哼哼哼 好吃咯 很滑咯 哈喽大家好 我是Ki 欢迎收看清去厨房 自从中秋节过后 每一天都下雨 所以呢天气就非常的冷 今天呢我想要煮一道菜 不是菜是面 那就叫做 麻油米线 麻油 麻油鸡汤米线 鸡汤麻油米线 哎呀总之就是有鸡有麻油有米线就对了 现在我们来介绍食材 哇哦来看看 今天的材料 两个鸡腿切块了 然后我已经烫了热水 之后呢就来一个姜 这个姜丝是要爆香的 这个姜是切片 然后要拿去煮汤的 这个就是麻油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 米线 首先呢要煮一锅热水 这锅热水呢是要把这个米线烫一烫的 OK这个锅开始热过后呢 我们就要先下麻油 麻油热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切片的姜块放下去 爆香 哇现在我希望那个麻油好香哦 爆香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放鸡 OK回到来这边 这边的水已经滚了 所以我们就要下面 尽量不要煮太久了 就是煮个一分钟两分钟 这样OK我们就灌火 灌火过后 面就要捞起来 等一下备用OK 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鸡是已经炒熟了咯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加水 再去把它煮成鸡汤 这个水 我们滚个15分钟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另外一个锅 倒一点油 就一直去翻它 翻它翻它 翻到它是金黄色 你看它 它已经开始变金黄色了 15分钟啦 汤是浓浓的麻油味 可以拿筷子 看看下 那个鸡肉已经软了没有 哦 已经非常的软了 一弄它就碎了 所以这个鸡已经是软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调味 我们现在放一茶匙的盐 少许的味精 一汤匙的酒 酒是可以提香整个汤的味道 搞一搞搞一搞啊搞一搞 来试一下那个味道怎么样 哇好香哦 最后一个step就是把我们的米先倒下去 一起煮个5分钟就好了 5分钟后面已经熟了 而且你看它面已经软软了 OK我们可以关火烙起 哦 麻油鸡米线 好了 所以最后就是放上一点点的姜石 topping 美味的米线就好啦 很香 很香 那米线煮到刚刚好 不会太软 那你可以吃到那个米线 是浓浓的麻油香味 很好料 为什么咧我会选择这个米线 因为simple dimple的米线呢 它们是用纯大米做的 而且是很容易消化 我本身是一个很容易有胃风的人 所以我不能吃有熟粉类的东西 所以我只能吃这种面 它就是纯大米做的 我婆婆也是很喜欢吃这个面 因为吃了非常容易消化 我们不会导致到脏起来什么 如果你家里有baby 是18个月以上的 也可以吃这个面 你就煮的比较软一点 让它慢慢学会熄面 simple dimple的米线呢 它是纯手工制作的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米线 如果你们也是跟我有同样状况 但是又很喜欢吃面的话 你们可以去买simple dimple的米线 simple dimple的米线 是无天价的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记得按赞跟分享我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跟打开 小铃铛哦 做屏幕前的你 越吃越轻轻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要吃米线 好了 拜拜